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带来无教大楼里的绝米杀手 因缘手链掉落一怒之下 血洗整个飞帮的暴霜动作电影 小人物 由几组追杀员班团队制作 观影过程 那叫一个劲爆刺激 那天 索尔正和家人吃着晚餐 一群古佣兵杀到门口 索尔立刻将家人都关在地下室 执意古佣兵刚刚杀到门前 索尔直接将家中总杀关闭 佣兵们亮起美光手电 继续杀向索尔无内 一场血腥屠杀即将爆发 那索尔为什么会招惹这群古佣兵 且听我慢慢到来 他叫索尔 曾经是市场美国黑道的顶级律师 和五角大楼暗杀特工 很多横跨欧美拉三大洲的顶级独销 都是他的朋友 而退役以后 就过着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 儿女不疼老婆不爱 老爹进了进老院 又让他雪上加霜的中年生活 变得缺乏父爱 为了锻炼身体 索尔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坐过垃圾车 起床都会晨跑五公里 然后坐一百个银体向上 刷卡坐公交上班 在公司做好数据后 索尔回到家中睡觉 第二天起床坐过垃圾车 五公里银体打卡摸鱼下班睡觉 第四天 依然 年年岁岁话相似 岁岁年年总相同 这是一滩绝望的丝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一轮 这天 索尔平静的生活被两个匪徒打破 面对手枪对联 索尔认怂指向储蓄现金的盒子 趁着劫匪巴他的手表 索尔看清杰肥手中的妖际纹身 楼上儿子小帅苏醒 一把撞到匪徒 勇敢地和匪徒进行着搏斗 面对儿子死亡危机 索尔操起高尔夫球杆 在最后一秒去放弃 并让儿子松开杰肥 解脱的杰肥一拳轰击在儿子头上 杰肥才马连连地走了 阿瑟赶到 在做笔录的时候 阿瑟讥讽着索尔 要是他的家人遇到了危险 他一定不会饶了杰肥 到了第二天 面对儿子的冷嘲热讽 索尔忍了 只有小女儿过来抱住安慰索尔 到了上班的时间 隔壁邻居也出现嘲笑索尔 要是抢劫他的家 一定把杰肥打得满地找牙 索尔插开话题 寻门新车 邻居立刻装逼 主要是1972年的到期挑战者 4.9升排量 尾巴发动机 索尔没有理会 静止来到公司 却发现 小舅子也出现笑话他 笑话完毕 索尔的小舅子 直接拿出一把 FNX45手枪 顶住索尔脑袋 没有什么比一枪爆头 更能解决问题了 说完小舅子 将枪塞给索尔 让他用这把枪 好好保护兔妞妞 小舅子走后 索尔将手枪 放入冰箱中冷藏起来 之后 一脸平静地看着外面工厂 随后 索尔打开老舅的收音机 喝着酒 和一个神秘好友聊天 神秘人问索尔 为什么不杀了那两个杰肥 索尔则回忆起 抢劫那天 他的猫咪手链不见了 索尔自己可以忍受委屈 但女儿受委屈了 他绝不答应 索尔来到养老院老爹房间 直接拿起老爹的FBI证件 和M36转轮手枪 准备出发 老爹则新找补宣 看着儿子准备去处理事情 索尔拿着妖记纹身 直接找纹身店老板 纹身店老板不识善查 直接武力威胁索尔 两个壮汉也从索尔背后围了过来 此时 一名老兵看到索尔手上的纹身 无比尊敬地说了一句 感谢你为我效忠 随后直接关上安全门 瞬间装上几十把安全锁 看到这一幕 纹身老板彻底怂了 将药剂纹身的杰匪住所 告诉了索尔 此时 杰匪夫妻俩正在家吃饭 索尔直接一枪拖 砸掉杰匪牙齿 然后将自己手表拿了过来 逼问杰匪 猫咪手链在哪 索尔却突然听到 婴儿哭泣的声音 走近一看 索尔发现 这是一个戴着呼吸面罩的婴儿 索尔心软 放了杰匪一家 但无处发现的气氛 却让索尔疯狂砸墙 发现愤怒已通后 索尔坐公交 准备回家 此时 一辆汗马 一天公交 从上面下了一群醉鬼混混 这一看就是一群人渣 面对威胁 胆小的公交司机 打开了车门 一群人直接打掉 男乘客手中书籍 男乘客一看对方人多事重 认怂离开了公交车 随后 混混们开始调戏一个 落单的女乘客 索尔站了出来 他今晚一定让这名女孩 平安回家 索尔拿走女司机的手机 然后温柔地关上门 直接将M36撞轮手枪子弹 全部倾泄出来 该交上车费了 你们的硬币呢 索尔向前冲去 直接一拳赶晕脏辫 正在索尔大开杀戒的时候 黄猫混混一刀偷袭 捅在索尔腰上 直接将他摔出车外 此时混混们被打破鼻子 压尺都掉了一地 这还没完 索尔趴起 摆开公交车门 捡起地上的匕首 用安全带绑住 瞬间开启狂怒模式 一刀此来 索尔徒手抓到 猛刺混混心脏 抄起手包 砸倒一人 此时 最后一名混混混 黄猫机智剪枪 上几弹 索尔直接掰断钢管 一棍砸掉混混手枪 最后哼哼两棒 瞬间砸断 过混咽喉 杀戮完毕 索尔下了公交车 将手机交给司机 戴上手表 潇洒离开 索尔变猛了 也变硬了 夜晚 索尔走到妻子 吐妞妞面前 温情无限 妻子感动得稀里哗啦 两个人玩得可开心了 霓虹闪烁的酒吧门口 俄罗斯黑道老大 卡当夫走了进去 只见他霸气上到二楼 蹲着酒杯的他 接受索尔人的迎接 此时 有一个二愣子 直勾勾看着卡当夫 为震慑在场的 其他黑老大 卡当夫直接砸碎酒杯 两拳呼吸 直接扎瞎这人眼睛 然后横哽一哗啦 二愣子当场毙命 这一手直接 让其他老大怂了 认卡当夫 是最强大的黑帮老大 此时卡当夫 接到一个电话 急忙来到医院 看到变成植物人的弟弟 卡当夫猛难落泪 随后来到弟弟 朋友病房 直接一椅子 砸了过去 别问弟弟朋友 是谁干的 此时 一个混混 默默拿出了 索尔的公交卡 随后卡当夫 通过公交卡 利用手下的黑客技术 找到索尔 索尔的消息 而后 眼线来到绝密答案室 查出索尔 隶属五角大龙 绝密杀手 所有资料都被抹除 情报人员得到消息后 直接将资料 省在卡当夫面前 他不再干了 此时 索尔非常高兴 唱着歌 洗这澡 随后在吃饭的时候 神秘好友打来电话 告诉索尔小心一点 其殴打的小混混背后 有一个顶级的黑帮势力 带头大哥卡当夫 掌管着所有黑帮的养老机 足有数亿之多 让索尔无比小息 索尔得到消息 给突虐到红酒之际 说出他们全家 要到意大利旅游的计划 计划刚说完 索尔就看到 一队古佣兵杀到门口 索尔立刻将家人转移 打开了地堡 家人都不敢相信 这个懦弱的男人 居然在家里 建的还有秘密地堡 索尔将家人全部 关在密室 古佣兵们刚刚杀到门前 杀下索尔屋内 举枪一阵搜索 索尔躲在枪角 带敌人走过 直接撒倒一名古佣兵 再次狠狠两棒 干倒一人 踢断棒球棍 将向爬起的古佣兵 彻底终结生命 男主前夫起来 抓住枪血 一刀插紧 佣兵肩膀 夺枪扫射之际 此时古佣兵开始 持枪疯狂扫射 索尔一个跳跃 疯狂躲枪中 索尔直接被老黑 偷袭点语 昏迷的索尔被拖行 放入汽车后备箱 此时两名古佣兵 身受重伤 他们要先开车 去医院吃鞋 正在运送途中 索尔醒来 应声声掰断手腕 挣脱手铐 拿起灭火器 让整个车内 喷吹白雾 导致汽车直接失控 砸在地上 索尔连忙爬起 找手铐钥匙 一转眼看到老黑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看来是活不了几秒了 索尔休息好 一路消跑来到家中 第一时间给老爹 打了一个保护好自己的电话 然后将兔妞妞 和儿子女儿送到车户 惊恐的兔妞妞 让索尔告诉她一点 关于她的事情 索尔回答兔妞妞 等她把这件事处理完 会告诉她一切 送走妻子儿女 索尔一人来到子弹机 直接掏出一盒金砖 随后将索尔鼓用兵 搬到沙发上 索尔打开叠片机 各着威士忌 和兵力死亡的 他们聊着人声 话还没有说完 最后一个鼓用兵 也没了呼吸 此时索尔在沙发下 看到了女儿的猫咪手链 索尔叹了口气 直接在房间内 放了一把火 拿上唯一的全家福 走出房间 此时索尔的老爹 正在睡觉 两个职业杀手 准备干掉老爹 就在杀手开枪的时候 此时 故宫被抄行 跑来老爹房间 发现老爹在看电视 虚惊异常 索尔来到小舅子的工厂 倒了一袋子金砖在桌上 他现在要买断 小舅子的工厂 可是小舅子却不同意 直接被索尔一拳 成友好交易 得到工厂 索尔利用地形开始设计陷阱 钢条扎炮筒 树夹炸弹 钉子猎型炸弹 楼梯地雷阵 一切准备就续后 索尔喝了一口酒 带上汽油来到卡当夫 养老金库 在MP7A1冲锋枪 一分钟850发的吐吐下 无数鬼帮分子死亡 索尔用枪换弹 以着人挡杀人 拖挡杀户的 疯狂杀戮口 索尔直接将汽油 拖着牛排 听卡当夫 搞歌一曲 卡当夫非常佩服索尔勇气 在一番嘴炮过后 瞬间无数枪支 指着索尔的脑袋 索尔弹顶拉开白布 桌子上赫然是一枚 M18A1扩建地雷 卡当夫遣退手下 索尔坐在对面 我刚刚站得及 养老保险烧了 索尔淡淡回复 火焰烧得不知道多么张怪 只是可惜了 那些难怪 因为炸弹威胁 卡当夫不敢对索尔做任何举动 索尔威胁卡当夫后 决定离开酒吧 索尔穿过一个黑帮混混 此时霸道无比的混混们 纷纷让开了道路 但坐上车的索尔却并没有离开 他要等卡当夫杀来 卡当夫果真追了上来 索尔一个甩尾冲了出去 卡当夫在后面 惊慌扫射 此时混混杀来 汽车直接顶在索尔车辆后面 利用视野盲区 索尔直接开枪扫死后面两人 一个甩尾冲了出去 急速冲刺下 索尔将所有黑帮混合都引到工厂外 索尔下车之际 面对金银的疯狂活力 索尔兼不重弹 被卡当夫疯狂扫射 又在索尔危险万尊的时候 索尔搭档黑豹手持狙击补枪出现 一枪一个 此时索尔老爹也出现 身上帮忙的武器 带着猎枪杀了出来 得到支援的索尔顺利进入工厂 此时老爹跟索尔表示 虽然他退休了很多年 但还是很怀念这种杀戮时刻 等大部队杀了紧来 压缩机直接压爆MK2手雷 瞬间炸死一片黑帮人员 卡当夫大怒 大量黑帮的混混冲上楼梯 踩到引爆剑 又是一阵爆炸 黑豹手持狙击枪点示一人 然后举枪进展杀戮 一招背后开枪爆秀当场 此时三人杀来 直接被一枪攻杀 另一人被弹射起步 拽飞出去 此时老爹为是杀身附提 手中裂枪弹无需发 干掉一个又一个敌人 索尔猫在门口 利用鼠夹引线 河门杀人 此时黑帮女人冲杀起来 索尔冲出重围 旋转跳跃 连续爆炸树人 随后索尔拿起M18A1 扩建地雷戴在身上 看见有人偷袭杀来 索尔发射炮筒钢机 瞬间秒杀两人 此时老爹也发了威 直接一枪引发吊着炸弹 趁着混乱 又到了三人卵杀时刻 平时厉害无比的黑帮成员 此时在三人的杀戮中 悉处毙命 此时黑帮子弹打翻 黑帮空中接过FNX45 直接暴斗击杀 卡当夫彻底狂怒 疯狂扫射三人 三人兵力死亡之际 索尔拿起胶带 在老爹和黑帮一脸懵逼中 直接将扩建地雷 放在防弹玻璃上 而卡当夫冲了过去 只听一声剧烈爆破 卡当夫被炸出十米远 死得不能再死 而金刚不坏的索尔 屁事没有 根据专业网友指出 那么18A1 火箭地雷 杀枪半径60米左右 爆炸威力也等于 911克TNT 或者20枚小苹果手雷爆炸的威力 一枚小苹果近距离 就足以把身穿拆弹服的人 炸成手撕机 这火箭地雷的威力 别说隔着防弹玻璃 摸着巴掌后的钢板 都能把主角震得 浑身筋脉寸断 武脏俱碎 但索尔是谁 金刚不坏神功 第X代传人 劫口余生的主角团笑了笑 决定留索尔一人处理现场 索尔在管道上 找到一只猫咪 拿上一个猫罐头后 带着一副油画 等待阿瑟的到来 审讯室内 阿瑟看着眼前悲壽的 鼻青脸肿的男人 索尔没有理会阿瑟 直接叼上一根香烟 然后怀中钻出一只猫咪 索尔用开罐器 打开猫罐头 任由猫咪吃着 女阿瑟刚刚嘲讽完索尔 随后两人同时接到电话 他们得到五角大楼的 直接指示 让他们无罪释放 眼前这个男人 电影最后 索尔陪通妞妞购买了一处 豪华别墅 夫妻两人看了 觉得非常满意 在交易最后 通妞妞笑着 学问女销售 这个别墅有没有地下室 而老爹也从养老院出来 和黑豹一起 带着众多家伙事 决定去别的国家 好当一番 好了